李静雷和王力宏宣布离婚后 PO出一篇毁灭市场文 先出王力宏渣男事 一期之间将情歌王子形象全毁 不少公仔和资深媒体人 都在各大节目上纷纷爆料 雷宏婚姻会亮红灯 其实有机可循 名嘴曲盛梅就翻出 过去王力宏李静雷在镜头前放闪的画面 让他忍不住直呼 有些影片看起来真好笑 看着王力宏喂食李静雷的恩爱画面 许盛梅发现 王力宏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李静雷 更让他气愤的说 重点是你要喂呀 因为食物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李静雷终于就这样晃晃晃 自己把食物给咬住 披头痛骂 这根本就是假恩爱 因为王力宏根本不在乎李静雷 他在乎的只有镜头 另一位自身媒体人丁雪伟 也补充说道 刚才许盛梅讲的那个动作 好像这是宠物一样 巧合的是 雷红之兜爆发后 有网友正在考古 王力宏李静雷的放闪画面时 提出和许盛梅同样的观点 戳破王力宏爱妻的脚项 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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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喊 動画 记得 这么快 get 你就 这